您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儿聊天讲故事 上一集呢,咱们聊到了,这赶尔丹呢,高兴的事儿和这个失落的事儿同时来了 那么高兴的事儿是什么呢? 这吐谢涂寒呢,他不顾康熙皇帝的劝阻,终于对扎子克涂寒杜守了 这其实是赶尔丹呢,长期以来一直盼望着的 他为什么弄了自己的一个侄子,叮巴叮巴,跑到扎子克徒步去放牧去呢? 那他难道真的是为了保护扎子克徒步吗? 实际上不是,他就是想啊,伺机对吐谢涂寒不动手 他有信心,一旦打起来啊,大军一到,这吐谢涂寒啊,就会溃不成军 哎,这门一来啊,整个的墨北蒙古就落在他赶尔丹的手里了 可是呢,这倒霉的吐谢涂寒呢,还是趁着这赶尔丹的侄子回东际牧场放牧的时机啊 就杀了扎子克徒涵,不但杀了扎子克徒涵呢 而且把这赶尔丹的一个弟弟和四百恶鲁特兵一块一棍会了 这一下子,赶尔丹可就有了对墨北蒙古动手的借口 那么说他沮丧什么呢? 哎,我是这么琢磨着,那死了个弟弟能不沮丧吗? 但是这话又说回来,其实这赶尔丹呢,为了大权在握 自己杀了自己同父异母亲哥哥的事啊,也不是没干过 那得嘞,不管他是高兴啊,还是沮丧 总归在1688年的春天这赶尔丹就把自己的牙障从伊犁一直就搬到了阿尔泰山东面的科布多 没错,前两天的一个好朋友在这个留言区还提醒我呢 说这科布多呀,现在也被这个俄罗斯人占了 哎,对对对对,您说的没错,您多知多懂,谢谢您提醒我 我在这儿啊,也要再严正的,咱们再重申一遍 他把自己的牙障牙鼠搬到这儿啊,就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以此啊,作为根据地,好像墨北蒙古进攻 那么说啊,他去带着人去攻打墨北蒙古了 这科布多大本营这儿,有没有人留守呢?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他在此留守的正是,他的亲侄子侧往阿拉布坦 和这个阿拉布坦的弟弟,索诺穆阿罗布坦 这哥俩啊,和这个大汗杆尔丹的关系啊 按说呀,不光是书职那么简单 还有一层意思,都是这杆尔丹的养子 为什么呢?因为这大汗僧格一死 杆尔丹放弃了活佛的尊号 回来啊,给这个哥哥报仇 报了仇以后啊,他就坐上了韩位 有人就建议他啊,一定要把这个僧格的两个儿子除掉 也就是啊,策望阿拉布坦和索诺穆阿拉布坦 为什么呢?因为怎么算 人家这哥俩才是森格大汗的正术 你是他的弟弟 按说就应该啊,替自己的兄长报了仇 然后辅佐自己年幼的侄子 登上韩位 也就是策望阿拉布坦 可是呢,事情的结果却是啊,您自己坐上了韩位 当然了,最好的结果呀,也是杆尔丹来坐这个大汗 因为如果让年幼的侧望阿拉布坦坐上大汗之位啊 那就还会有人不服,还会有人坐乱 那么这么一来,墨西蒙古的大片草场上又会战争四起 生灵涂炭 可这杆尔丹呢,必定才放弃活佛之位不久 刚刚当上大汗 虽然替自己兄长报仇 杀了自己同夫异母的亲哥哥 但是这会儿啊,心里佛性肯定还在 他觉得这两个年轻的孩子呀 不是年轻的孩子 是年幼的孩子 还太小 不至为对我有威胁 所以啊,就养在身边作为了养子 那么说这会儿的侧望阿拉布坦多大了 好,现在的阿拉布坦 已经26岁,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呀 无论之后发生什么情况 总之在1688年的上半年 这大汗嘎尔丹呢 那还是非常信任自己这位侧子的 把自己的大本营科布托交给了侧望阿拉布坦 他带你们三万人翻过了杭爱山 就去征伐这个墨北蒙古了 那您想起吧 哎,这倒霉的吐气图寒 和他的弟弟大活佛 折不尊丹巴活佛 哪经得起这杭尔丹三万大军的打呀 一下子溃不成军 就逃向了漠南蒙古 在北京的康熙皇帝听完这事之后 我气得直跺脚 说好你个吐谢吐寒 我让你别打别打 你竟然背着我出兵 现在捅了骂风锅了吧 再一打听还好啊 这杭尔丹带的兵并不多 三万蒙古骑兵呢 可能自己还能对付 于是呢 康熙皇帝就命这个李帆院尚书 阿尔尼也带领了三万兵 前去阻截杭尔丹 可是您想起吧 这兵和兵能一样吗 这阿尔尼带领这三万兵啊 还真就打不过杭尔丹 杭尔丹没费什么力气 就把这支部队杀了个大败 那么咱们故事讲到这儿啊 咱们得总结一下 前边发生了这几场战争 谁错了呢 谁都没错 吐谢吐寒呢 去打扎斯克吐寒 实际上是他害怕 他怕这个扎斯克部 和杭尔丹联合起来 早晚有一天就会吃掉他 那咱们说句良心话 这吐谢吐寒的预判 一点都没错 杭尔丹就是这么想的 那么杭尔丹去征伐吐谢吐寒错了吗 也没错 按照这个蒙古人新制定的 魏拉特法典的规定 以强龄弱者呀 那必然会受到众人的讨伐 到此为止 这杭尔丹完全是按照 魏拉特法典办事 虽然强硬豪横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依法办事 来形容这会儿 杭尔丹的一切军事行动 那么说这康熙派兵 去支援吐谢吐寒 错了吗 哎没错 必定呢 这吐谢吐布啊 每年还向这个大清朝 康熙皇帝交九白之贡 哎 这九白之贡啊 虽然只是那个意思 一头白骆驼 八匹白马 算吧的什么 值不了几个钱 但是这就表明 人家吐谢吐布啊 臣服于大清 从外交上讲啊 算是你大清朝的藩树国 所以这康熙皇帝 虽然不愿意 但是还是派了三万人 去草原上帮城 结果呀失利了 那么咱们再说 这盖尔丹对这三万清军动手 错了吗 也没错 多信心的 你都打我了 还不能我打你啊 并且这不是你大清的版图 这是漠北蒙古 卡尔喀布 我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多口舌 来平定这些个战役的意义呢 就是因为卡尔丹之后的战役 完全是不合理合法了 乌兰布通之战 在哪打的呀 战场啊 就在距离北京 只有七百里地的乌兰布通 您听着这乌兰布通 这个地名啊 是个蒙古名字 实际在河北边上 现在主战场大红山呢 他也是在河北省的围场县 您想想 哥现在话想 这战火已经打到河北省了 在首都的皇上老爷子 他能安心吗 这件事啊 您完全可以按 现代人的思维来想 为什么呀 因为大清朝的首都 和现在今天的首都 是一个地儿 您就想想吧 按今天算 有一个外敌 都已经打到距北京三百公里了 那多吓人的呢 是 所以不管以什么理由 你这卡尔丹的萨曼大军 到了乌兰布通 来打这场仗 你都是非正义的 都得算是侵略 所以说 康熙皇帝 无论是后来的战役如何打 这一场 乌兰布通之战 那完全是争议的 那么问题来了 卡尔丹率兵去打土屑土寒 并且击溃了 清朝的三万铁铁兵 这是在1688年 那乌兰布通之战呢 在1690年 那中间这些时候 这卡尔丹干嘛去了 哎 卡尔丹呢 回科布多了 后院起火了 他留在科布多 守他大本营的 好大折 而策望阿拉布坦呢 烦了 就在这1688年 卡尔丹呢 翻过杭爱山起兵不久 就有人向他奏报 他的哥哥僧格 很多手下呀 现在非常亲近 策望阿拉布坦 这兄弟 先呢 这卡尔丹是不信 可是架不住啊 这么说的人是越来越多 这卡尔丹一琢磨呀 哎 不信是不行了 于是为了削弱策望阿拉布坦的 这个实力 他就想了个招 找了一个借口 以不听调令为名 刺死了策望阿拉布坦的亲弟弟 索诺木阿拉布坦 这有的人说是刀杀 有的史料啊 说是毒死 这个呀 咱们就不深究了 总之是弄死了 那这么一来呢 策望阿拉布坦可就害怕了 于是啊 在他父亲 僧格七位老部下的保护下呀 就跑了 往哪跑 往伊犁跑 自己跑的吗 不是 拐走了这策望阿拉布坦 五千步众 当然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啊 带走这五千步众 都是自愿和这个策望阿拉布坦跑的 不但呢 带走了五千步众 还裸走了这个大韩 嘎尔丹的小媳妇 也就是啊 这个著名的阿努可敦 这嘎尔丹听信了之后啊 连忙就回兵啊 带着两千人呢 去追赶策望阿拉布坦 等追上之后啊 有点挠头了 为什么呢 带的人呢 没有人家的兵多 这策望阿拉布坦就说 叔叔呀叔叔 现在咱们俩要打一仗啊 从兵力上讲 你也打不过我 你就放我们走了吧 你杀了我的弟弟 抢走了我的未婚妻 哎 关于这个抢走未婚妻这事啊 咱们前面说过 这策望阿拉布坦呢 看中了阿努可敦的妹妹 叫做阿海 很快就要成亲了 可是阿海呀 被这个赶尔丹看中了 就强行收到了自己的帐下 做了自己的小媳妇 那您想想这策望阿拉布坦 他能不怀恨在心吗 策望阿拉布坦 对着嘎尔丹说 说这些事咱们不提了 我走回伊犁 之所以脅迫了你的家眷 那完全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 到了伊犁之后啊 立刻就放 嘎尔丹没有办法 也只好掉头回了科布多 嘱咐这个策望阿拉布坦 到了伊犁之后 一定要把阿努可敦他们呀 放咯 因为这件事情啊 都是后来策望阿拉布坦当权以后 他的叙述 有人就说呀 这个策望阿拉布坦的媳妇 被嘎尔丹霸占这件事情 是后来清廷的史学家编造的 但是关于这些桥段 蒙古史料虽然没有记载 蒙古的文学题材电影当中 确实和阿拉布坦叙述的一样 就是嘎尔丹 借出大汗之威以强行 纳了策望阿拉布坦的未婚妻 我觉得按这条思路来给您讲啊 应该是出入不大 并不存在这清廷的史学家呀 来刻意的抹黑嘎尔丹 阿努可敦呢 也就是嘎尔丹的小媳妇啊 随着这个策望阿拉布坦来到了伊犁 这策望阿拉布坦呢 也按照和他叔叔的约定 放了阿努可敦 只不过呀 没把他放回科布多 另立了操场 让这个阿努可敦生活 那据这个清廷的史料记载呀 最后决战科布多的时候 这阿努可敦出现在战场上 并且死在了那次战役当中 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 这阿努可敦并没受到这策望阿拉布坦的软禁 最后还是能成功的回到了大韩 嘎尔丹他的丈夫身边 那接下来的故事啊 就是乌兰布统治战 在咱们的书馆啊 无论是这个详细的还是简略的 咱们都讲过 你要想听呢 我把链接发上来 您可以翻回头再听听 从明天开始呢 咱们就要聊精彩内容了 就是大清朝和嘎尔丹的决战 决战招募多是敬请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